受到许多国际奖项肯定的导演李晶慧 历经十年跨越台湾跟美国制作《爱子归来》纪录片 探讨人物关怀跟生命教育的议题 甚至还有防治犯罪的议题 这天导演是回到了出生地台中来举办首映会 有多位政府官员前来欣赏 导演的母校台中女中的校友合唱团也现场助阵 呼应电影励志故事 杨妈妈亲手写下一封封的信 关怀纽约监狱中的华裔受刑人 让身陷牢狱的人也能感受到仿佛母亲的爱 即将上映的纪录片《爱子归来》 记录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杨妈妈 关怀生命 以及与孙女化解心结的动人故事 这部电影《爱子归来》 刻画她和监狱中重刑犯的长期徒刑受刑人 展开了从陌生到情同母子 非常动人的感情 也刻画她和祖孙两代之间跨代的隔阂 但是透过时宁的拍摄 我们看到他们关系 从疏离到转 变成非常亲密的互动 非常动人的祖孙情 这天纪录片在台中举办首映会 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及多位局处首长也前来欣赏 还有导演母校台中女中的校友合唱团献唱 希望能响应电影探讨生命关怀与防治犯罪教育 向外界甚至是向校园推广 从这个社会的光盘面 或者是比较属于社会边缘的这些议题 比较一般的导演不愿意去碰触 或者认为不值得碰触的议题 他可以专心的来拍这方面的这个纪录片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很令人敬佩的 那当然站在政府的立场我们更有责任 不要让这种好片子不要让大家来知道 之前我当过把关假官 所以对于爱这份力量可以化解仇恨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阿公阿嬷跟孙子之间的互动 其实也是我们在教育里头非常希望 孩子们能够多关照 长辈他们的一些需要 爱子归来纪录片是导演历经十年 飞越台媒两国之作 即将在院线上映 希望能让主角杨妈妈 持之以恒的爱打动观众 学习她不轻言放弃的毅力 记者赖一银台中采访报导